Hello,大家好,很高兴,又來到CG Channel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葡萄牙的新聞 我已經過生一年了,祝大家聖誕快樂 希望不會太遲,跟大家分享第一篇葡萄牙的新聞 當然,最近葡萄牙的政治 我也跟大家之前分享過很多不穩定的狀況 也應該跟大家詳細分享 葡萄牙的首相宣布歐洲委員會 將會向葡萄牙提供額外24億歐元 當然是一個很大的分定 首相Antonio Costa宣布歐洲委員會 已經同意向葡萄牙提供額外24億歐元 以支持國家的發展計劃 也將葡萄牙的經濟提供有力的支持 法院計劃是選舉月 最近葡萄牙是面臨選舉的 也都是沸沸騰騰騰的 我們之前Antonio Costa手上的醜聞 賄賂舞拜 我們現在沒有必要找一個新的首相 葡萄牙的政治派 也都是很多新的家民者 也都傳言將會換一個新的總理 而我們也有一個醜聞是關於我們的總理 和非常之受到外大的Marsela Souza 是濫用職權的 用他的connection 去幫助一個富有的家庭 去獲得醫務的資源 所以我們現在法院計劃選舉月 將會審判葡萄牙前總理Josey人士 也是一個醜聞 他是貪污了很多很多錢 這個審判將會引起趕快的關注 等了十幾年這個審案 可能對選舉會出影響 葡萄牙能源效率超過目標提高了159% 幾年前我是聽見過葡萄牙 其實他們自己可以用了很多的能源 因為對於再新能源 是有很多投資也有很多幫助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葡萄牙太多太陽林 也太多太陽 天天都曬 所以得到令人足的成就 成功提高了能源的效率 超越了原定目標的159% 這個好消息是繼續可以持續發展上 顯進的進展 作為對未來的環保工作 是達到一個榜樣 家長和教師和公司立學校 亦都呼籲不可通過性別認同法案 英國和美國亦都同意了 但是我們葡萄牙仍然是一個比較保守的國家 所以我們對於這個題目是非常受到關注的 一項關於性別認同的法案 引發了家長和教師和公司立學校的強烈反對 他們呼籲政府不能批准這個法案 引發了社會激烈的評論 那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是容許了的話 代表如果是男生 男學生可以去女士 這些這樣的法例 因為性別是我們叫性別的認同法案 那意思呢 如果一個男生是覺得自己是一位女士的話 他可以容許去一個女士的廁所 這個是衍生了很多其他的不同的意願 當然我們葡萄牙是很多不同的迴響 法院就凍結了一位女士叫做Isabella dos Santos 的很多6.7億歐元的資產 那我將會續另一段影片 講關於Isabella dos Santos 這位女士其實對葡萄牙很有影響 她是一位在非洲著名的政要的女兒 她就擁有龐大的財產 亦都被涉嫌非常之多的貪污案 最近英國的法院是凍結了她的財產 一個冰山小角 因為他們的財產是龐大的 亦都對於她的財產來源和葡萄牙 是有非常之多的連結的 PSDCDS的獨立候選人組成名為AD的聯盟 我們剛才說過 現在是面臨於葡萄牙的大選舉 要找另一個新的首相 葡萄牙的社會主黨 PSD和人民黨 以及獨立候選人 宣佈組成名為AD的聯盟 這將對未來的政治局 是產生非常之大的影響 衛生部部長 La Seda Salles這位人士 就承認主於葡萄牙的總統 Marcelo Sousa的兒子是會面的 之前我們剛才提過 他引起非常之大的醜聞 就是葡萄牙的總統 Marcelo Sousa的兒子 是幫助他在巴西的朋友 得到醫術援助 在葡萄牙免費有醫療 而飛回去巴西的 醫務費非常龐大 涉合了200萬歐元 這個會面引發了公益關注 而涉及衛生政策 和領導層之間的聯繫 其實我們新聞裏 找到Marcelo Sousa的一個 E-mail 發送給他的兒子 找這位人士 這位衛生局局長 去處理這件事 原資就是Marcelo Sousa的兒子 其實在巴西住了一段時間 因此他認識了巴西有錢的家庭 他們需要醫務援助 而因為Marcelo Sousa的關係 令到他們很快幾天之內 就有一個葡萄牙的護照 而他們可以免費用醫務的手術 而幾天之後 他們就回到巴西 當然這件事不是今天開始 其實是幾年前發生的 現在所有醜聞一次爆發出來 當然是影響到這個政黨 打擊很大 最近這幾個月 Marcelo Sousa 一定要在這裡澄清自己 解釋為何要做這些行動 亦都出面公開地道歉 說回一些開心的事情 但是就是關於食物 葡萄牙的人 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其實是非常喜歡吃麵包的 麵包的價格再上將 其實你在街上 如果在葡萄牙走開 不妨留心一下 本地人很喜歡買包 他們喜歡買一些很硬的麵包 通常是買一百包的麵包 回家吃的 是幾十個 因為是很便宜 很便宜 可能他們這裡的麵包 他們覺得麵包營養非常高 但是麵包的價格再次上漲 可能影響家庭的預算 消費者就要密切關注 價格的波動 應對生活成本的上升 之前跟大家說過 葡萄牙的主要糧食 除了麵包還有米 還有橄欖油 橄欖油的價格也上升了很多 因為我們下雨都不夠 而西班牙的出產也非常缺乏 Ryan航班緊急迫降 在阿賈一格 Ryan的航班要經歷緊急迫降的事件 引起安全問題的擔憂 相關部門正是為這件事進行調查的 希望跟大家分享了今天的新聞 也祝大家聖誕快樂 如果喜歡我們的報導的話 請不妨給個follow 給個like 給我們很多鼓舞 再見